大家好 我是幸福大人溫琦 今天呢 我們邀請到Youtube的 親子見名人 那我們歡迎 彼得爸還有Cody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我是彼得爸 我是Cody 好久不見了彼得爸 我還記得當初翻裝版剛發售的時候 你跟媽媽 你們兩個一起加入玩遊戲對不對 沒錯 那時候我相信哥哥好像還不會玩對不對 經過了幾年之後 哥哥也成為一位訓練家了 沒錯 因為大人跟小孩都沒有辦法抵擋 寶可夢卡牌的魅力 實在太好玩了 那我想要問一下 哥哥你現在幾歲了 六歲 六歲了 那你是什麼原因 加入我們寶可夢卡牌的世界呢 我想要玩 你想要玩喔 那你平常有沒有就是 跟著寶寶一起玩 還是從哪裡知道這東西呢 從爸爸玩 喔 寶寶在家裡玩 所以你也想跟他一起對戰是不是 原來是這樣 好 那來我們寶可夢卡牌的官方頻道呢 一定要來對戰一下的啦 可是在那之前呢 我要給你們個隨堂測驗 那今天的主題是 拍檔捕捉喔 那待會呢螢幕上呢 會出現題目 那你們兩個人呢 必須要同時答對 才可以獲得一分 答對五分呢 五題之後 你們才可以進行下一關來對戰喔 那我們可以討論交流嗎 當然是可以啊 可是不可以提到關於那個題目的答案 沒問題 因為現在他比我還熟 所以我可能要靠他暗示了 原來是這樣 你在引導爸爸是不是 沒錯 我相信你們都想要馬上進入對戰啦 那這個隨堂測驗呢 我就祝你們可以順利囉 讓我們馬上進入測驗吧 Go 那我們馬上進入第一題喔 第一題請問 超屬性的奇魯麗安 可以進化成鬥屬性的艾露雷朵嗎 1.可以 2.不可以 你知道嗎這題 感覺很難耶 這題第一題就好難喔 我爸爸寫好了 我爸爸寫好了 滴滴了 好了 來我們看一下第一題的答案是 1 答對了 恭喜 沒錯 儘管我們兩張卡牌的進化鏈是不同屬性 但是他們還是可以 因為他等的鏈是超的 嗯 來我們看一下第二題 這回合使用完對手的競技場 升波證之後 我還可以將競技場自行車道下到場上 再使用自己的競技場自行車道嗎 1.可以 2.不可以 3.可以 嘿嘿 喔 哥哥來想一下囉 哈哈 這問題是幸福丹杜的嗎 是 喔 有趣有趣 準備囉 1 2 3 答對了嗎 答對了嗎 沒錯答案是1可以 哇 這樣子 你們兩本已經都答對2題喔 再答對3題就可以對戰了 我們目標是滿級分啊 下一題是 啊 糟糕了 我戰鬥場的結尼龜中毒了 請問我應該怎麼樣 才可以將他的特殊狀態恢復呢 1.等一回合 就會恢復了 2.撤退到備戰區 3.直中正面硬幣就可以恢復 哥哥想了一下喔 好險平常有在玩 這三個都可以耶 欸不要騙人喔 準備好了嗎 所以有以上解釋嗎 沒有吧 就三個解釋喔 來準備喔 1 2 3 後面答案 哇 答案是3嗎 哇 答案是2 撤退到備戰區 那第一個答案呢 是適用於麻痹的狀態 第三個答案是適用於睡眠的狀態喔 我們兩個都寫3有沒有0.5分 我玩 你考慮一下 我們平常都這樣玩的耶 好 下一題是 請問有小火龍進化的火恐龍 可以進化成下面哪一張卡呢 1 噴火龍EX 2 噴火龍Vista 3 噴火龍VMAX 哥哥 這題很難喔 我們只對兩題 糟糕 我知道 小火龍不是都是噴火龍嗎 1 沒錯 沒錯 答案是噴火龍EX 你怎麼知道 因為它是一樣的喔 它是一樣的 噴火龍VSTAR還有噴火龍VMAX 都是由噴火龍V進化而來的喔 喔 對啦 我們之前有V的時候都是用那個進化的 沒錯 下一題 請問我週末要去打寶可夢道館賽 需要冠軍賽積分才可以參加嗎 1 不需要冠軍賽積分 完成官方認證道館店家的報名流程即可參賽 2 需要 請問答案是 糟糕 他沒有去比過 只有爸爸常去 你要了 你知道嗎 好 來 答案 1 2 3 1 哇 好厲害喔 哥哥也知道耶 沒錯 需要冠軍賽積分 完成官方認證道館店家的報名流程就可以參賽喔 現在已經來到了4題了 這一題的題目是 根據基本規則 一回合只能手填一張能量卡 請問 如果我使用了支援者版木的領導力 我可以照卡牌上的效果多填一張能量卡嗎 1 可以 2 不可以 那我把卡牌的效果念給滴滴聽 它的效果是 選擇一個對手的戰鬥寶可夢身上附加的能量 放回對手的手牌 然後 從自己的手牌選擇一張能量卡 賦予戰鬥寶可夢身上 好了 好了嗎 來我們看一下答案1 2 3 欸不一樣 寶可夢的可是選擇2 這個答案是可以 那要記得喔 使用了這張卡牌你才可以多貼能量喔 我平常是怎麼教你的 是這樣嗎 我沒玩過這張 新的新的 下一題 請問寶可夢道具 大氣球 可以裝備給我的雷丘 然後不用能量撤退嗎 1 可以 2 不可以 哥哥你知道大氣球這張卡的效果嗎 好我先跟你聽 這張卡的效果是 負有這張卡的2階進化寶可夢 撤退所需的能量全部消除 2階進化 他是1階進化 嗯 喔 好了 喔自信喔 1 2 3 這個答案 欸全部一樣 答案是不可以 因為呢 他的效果是 負有這張卡的2階進化寶可夢 那雷丘呢 是屬於1階進化的寶可夢喔 完了 差一題一直卡住啊 沒事沒事 好讓我們看下一題的題目 請問 下列寶可夢 何者可以在備戰區使用招式 1 大維莉 2 蓋諾賽克的V 3 胡迪EX 喔寶寶已經寫好了 這我知道 因為這個 我們最近很常討論 好了 好來 那我們看一下答案吧 1 2 3 答案13沒錯 是胡迪EX 5題了 對 因為其他兩張卡牌呢 是備戰區也可以使用特性喔 使用招式的話 只有胡迪EX可以 耶 5題了 剛好5題嗎 蛤我們錯了5題喔 沒有啦不錯了5題 你們錯了3題 喔錯3題 哇恭喜你們通過我的水檔測驗了 欸哥哥你很厲害耶 真是一個優秀的訓練家 那剛剛的題目你們覺得會很難嗎 不會 不會 看起來都難不倒你們的樣子 後面好險有救回來一點 不然剛才卡在那個4題一直沒辦法 差一點點對不對 很怕不能對戰耶 都來了不對戰感覺怪怪的 沒問題 今天就滿足你們的願望 那我們對戰的主題呢就是 YES出街牌組的改良購組對戰 哇那我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屬性嗎 欸這要看一下你們的運氣囉 待會呢我們會抽籤 來選出你們要使用的牌組 欸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呢不用擔心 我會派出兩位厲害的師傅 來協助你們改良購組啦 來我們先選一下你們的師傅是誰 來哥哥你要先選嗎 你不選我要選囉 那我要這個 欸好給你給你給你 好好 來你們亮出來給我們觀眾朋友看一下 那我們畫面上呢有12345678 8個號碼 請問一下你們兩個要選哪個號碼呢 1號 1號 那我選2號好了 選那麼近的嗎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那我們先看看1號的結果 1號 轉彎 來 欸 再轉過來 取責離奇 好要回來了 要回來了 最後還來一個轉彎 2號是什麼咧 2號是什麼 轉彎了 我好像都可以耶 應該都蠻好玩的 喔爸爸那麼有把握是不是 畢竟跟我小20歲的人玩 這個感覺很重要 不會客屬吧突然想到 會不會有客屬問題 欸各位觀眾 你們想要知道 兩位抽到什麼樣的師傅還有牌組嗎 記得持續鎖定下一集的 ES2街牌組的改良購組對戰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接下來的商品通知 我是我們大文綺 我是彼得爸 我是Cody 那我們就下次對戰再見囉 掰掰 掰掰